据有千年历史的藏文古籍《蒲日文献》 日前已初步完成写本编幕、整理电子录入存档工作 并已生成电子版,近期将首度向全世界公开 记者从西藏大学了解到 蒲日文献于2002年在西藏日喀泽地区 涅拉木县蒲日村出土 是继敦煌遗书之后 大陆发现的年代最久远、藏量最多的藏文古籍文献 共有一百五十多种,近一万两千页 其形成年代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十世纪 西藏大学藏学典藏史研究员西热桑部介绍 蒲日文献内容丰富详识 涵盖密宗遗鬼和佛教典籍、诗词、人物传记等 保存了藏民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 等多方面的珍贵原始资料 其学术研究价值可与敦煌遗书媚 目前西藏大学正在积极推荐 蒲日文献影印本的公开出版工作 2007年 蒲日文献被西藏大学图书馆收藏 此后陆续对其中散乱的内容 按纸张长度、版式、书法特点等 进行分类归档、整理编幕 并对其进行再生性保护 同时组织专家开展相关学术研究工作 西藏古文献研究专家卓嘎说 蒲日文献为研究十四世纪以前 藏文语法结构变迁、文风发展、书法演变 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其中记录的大量西藏早期密宗仪轨 与符号图案 可为研究藏传佛教文化起源、变化和发展 提供原始实物资料 新华市记者林逆华、卢家拉萨报道